总之,中国人的国家意识相对淡薄 中国并不是近代西欧形态的那种 文化跟政治一致的民族国家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 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的第四部分 从多元一体的领土国家 到文化与政治整合的民族国家 上一集我们讲到中国历史 依照它自己内在的演变逻辑 在13世纪末期开启了近代转型的进程 同样从受到中国历史复杂因素制约的 中国历史内在演进节奏来看 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及 在现实里面是进两步退一步 基本上就是这个进程的常态 那么这个进程为什么会如此漫长 这个背后的原因在于 它是一个早熟的形态 我们之前讲过 传统中国的政治重视对统治正当性的确认 而统治的正当性包含有效的统治 也追求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换句话说 好的政治必须有智力与和谐的统一 那么在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的技术条件下 也不容易无限扩大国家机器的运转效能 于是国家要依靠建立稳定的政治结构 在13世纪末期以前 这个结构就是一种儒家政治和法家政治并行 以道家和佛教作为补充 以家庭家族和社会 这个社会就是扩大的家庭 来分担支持国家政治的系统结构 我们再换一句话说 为了保障农业社会的资源分配不至于失衡 社会力量之间不至于失衡 不至于因为这些失衡引发社会动荡 那国家要维持低度动员 那这就造成社会的低度动员 和国家的低度军事化 这个状态在13世纪末期的元代统一后 发生了一些改变 包括蒙古军事传统的引进 国内甚至全球市场的整合 还有资源分配的重组 农耕跟游牧政治互动的整合等等 但既然元代 以及继承元代的明清两代 仍然依赖农耕定居区域的经济和政治资源 它就不得不延续这之前低度动员的形态 依靠更新改善 还有扩大新的政治架构 尤其是族群政治架构 来保障政治的稳定 社会的和谐 维持统治的正当性 因此呢 元代设计的新的历史形态 只能以稳定渐进的方式 缓步的化为现实 可是不幸的是 到了19世纪中期 这个进程却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干扰 激进中断 最后被迫转换轨道 从19世纪中期起 列强是挟着资本主义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力 把政治经济 还有文化扩张的脚步踏进中国 列强发现 中国并不像 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 多数传统国家那样容易征服 原因正在于中国经历过 近六个世纪的国家整合过程 而这个国家拥有庞大的规模 和延续的政治传统 不过这个经验老道的殖民者 还是发现了中国的弱点 那就是中国的国家整合节奏 是和缓的 中国的国家组织跟社会组织 建立在农业经济形态的基础之上 在运用资源和动员社会的能力方面 是远远落后于资本化 工业化 还有大规模对外殖民的西欧 北美 那中国的各个角落 边缘 还是保留着 从当地自然环境跟人文环境中 长期形成的文化生态 以及族群关系生态 那不同的人群对于国家 也有角度刻意的理解 总之 中国人的国家意识相对淡薄 中国并不是近代西欧形态的那种 文化跟政治一致的民族国家 那对于殖民者而言 上面所讲的这一系列状态 为他们提供了见缝插针 裂解中国 蚕食侵吞 满足自身利益的机会 而清朝从元代和明代 继承下来的政治遗产 虽然经过自身的创新 还有改善 它的结构跟节奏 仍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 而这种政治文化 已经不能应对列强的挑战 不足以应对列强的挑战 所以中国的有识之识 体认到 在强权的威胁面前 只有以强权的国家政治架构 和国家组织形态为样本 改造自身目前的国家形态 把自己的国家建成 以民族为内容的 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才能免于被列强宰割 这样呢 19世纪中期以后 历史赋予中国的使命 就转换成为建国和复兴 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实现中国的复兴 我们看现在北京 在传统南北中轴线之外 开辟了以复兴门和建国门 为地标的东西中轴线 这也标志了中国历史再转型的新方向 清末 也就是20世纪的最初几年 清朝朝野上下 达成了实施新政的共识 新政的终极目标 是把前面所说的多元一体的领土国家 改造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为此呢 新政就接触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改变设计跟民的定义 把两者一体化 当然清朝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他的后继者接下了这个历史的接力棒 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完成包含边疆在内 中国各地的行政跟政治的一体化 事实上1885年新疆改制为行省 就是这个设计的开端 清末有意在整个的蒙古语区域和藏语区域 推动行省化 那这个是这一个进程的展开 20世纪初起 行省化的进程也受到了重大的阻碍 整体而言这个新政是一场失败的政治活动 但是它的历史价值在以往是被低估的 那推动中国的政治整合建立民族国家 这个道路贯穿了19世纪中期以来 中国的历史进程 所以从慈禧太后开始到 袁世凯 孙中山 蒋介石 毛泽东 我们看得到这之中的历史的连续性 我们也在新的历史目标之下 看到了传统的顽强生命力 比如孙中山主张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 那中国共产党在内政当中强调 以民为本 在国际事务中 反对霸权主义 扶若一强 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外在呈现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 建立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道路并不平顺 六百多年来 这个多元一体的政治生态 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改变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家意识到 必须找到新的方向 跨越历史的障碍 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 这个新的方向就是革命 我们可以在孙中山领导的早期民主革命 还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当中 也明确看到这一种历史的断裂性 而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于最终确立人民作为国家主体的方向 也就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合一 我们知道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并不彻底 它在组织跟动员方面的能力不足 没办法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冲突 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自我定位 来建立超越中国内部阶级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更高层次的结构 以革命整合了民族 这个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的内在理路 好 这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 期待 下次见